刚才你跟那张澄澄都说了些什么 说呀 逼你的瞎话呗 我就说我一副破了 是因为在床上 你替翻了蜡烛 好 对 这种话呀 不能跟瑞生的小孩说 所以刚才他问我 我就没跟他讲 他也信 单凭这点啊 他不会相信 所以呢 我还透露点消息给他 也是我编的 编的挺像 你让他查去吧 你知道吗 刚才我们三个人 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 以后我每天 都要去求菩萨 求菩萨保佑我 终有一天 能过上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 好 你知道吗 其实我挺羡慕的吧 她什么都有 有娘 有妻子 有儿女 她有命 但她却不懂得珍惜 何不她 她心里只要她自己 所以什么东西 她都不配拥有 我真不想要她的命 我想要她的命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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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永远做后不当 不要 不用 我们之间的事 我们自己解决 理由也好 借口也罢 好 这件事 我是不会出钱的 你如果铁了心 认准了这条路 你自己弄钱去吧 还是当麻匪好啊 没钱 就去想 找我 回来就好 好好在家歇歇啊 董家 怎么回事 居胜小姐自己跑回来了 为什么 好像是受了委屈 只是哭不肯说 不知道是不是姑爷的 林祖康 董家 小两口吵架半嘴 也是常有的事 您可要冷静啊 你这干什么 爹 董家 爹 居生身体不舒服 想在家住两天 是 在家住啊 跟林家说过了吗 那不行 你赶紧马上回去 女儿 回娘家住两天 也不算失礼吧 她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啊 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在婆家出什么事 那也得担着过去 哪有动不动 往娘家跑得到你 居生也没有总往娘家跑啊 你就跟林家说 说 女儿想娘了 想跟娘多说说话 那你叫谁跟林家说啊 叫裴伯去说一声就行了 那如果人家不同意呢 你怎么收拾 你怎么试试想着林家 不为自己的女儿想想 我这样做就是为她着想 真是女人 头发长见识短 如果在家住几点 再回林家 人家不高兴了 菊生以后日子怎么过 还不是更不痛快 爹 你不是说过吗 如果我在外面受了委屈 就让我回来 您现在 现在怎么不要我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话 以后别把谁跟你说过的话 都踩在我的头上 就让女儿 在家住上一晚上吧 别啰嗦了 现在就走 马上回林家 我现在也没撤去 别哭了 别哭了 好了 小楠 小楠 怎么了楚歌 真哪 刚才我去送饭的时候还在呀 这 你想一声不吭她就走吗 你是马匪 来去如风 很潇洒是吧 就算你是风 我也会追着你 别闹 我真的要走了 我不许你走 你别忘了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的命是我救的 我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要你留下来 你不许走 我留下来干什么呀 现在官府 四处搜查 我留在这里 早晚会连累你和你的姑娘们 到时候 你让我于心何忍 可是你一走 我会日夜不安 你要于心何忍 是 救命之情 不能混同于男女之情啊 你心里面的人 应该是 赫文达 而不是 长着同一张脸的我 我知道你是谁 你不是赫文达 你不是什么赫文达的体身 我很清楚 我喜欢的是你 是铁军 是铁军 可我一直在扮演的就是他 你根本不了解真正的我 我了解 我了解得很清楚 在你告诉我 不会用我的前排官的时候 在你告诉我 你可以养我一辈子的时候 在你告诉我 我的儿子 是润生的时候 在你第五篇 旅行诺言 把书银送来的时候 我都很清楚地知道 你不是什么赫文达 你给了我 赫文达二十年 都给不了我的东西 你明白吗 我只能说 我和你 相遇的不是时候 有言的话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 走了 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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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有缘无缘的 我最讨厌这种话了 我只知道 你这样一走 我们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再见了 我还会回来 铁军 你带我走好不好 不是说好的吗 怎么又来了 只要你说你愿意 无论天涯海角 我都愿意跟着你 我可以给你别人 都给不了你的东西 我可以给你一个家 一个温暖的家 我是个军无定所 被官府绞杀的麻烦 跟着我 只会给你带你灾念 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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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我怕 会坏了你的一生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拥有一个 可以想死守的男人 难道是我不配吗 别假说 你是一个 有情有义的女人 守住枫月楼 照顾好人家 好好生活 我不要 铁军 你就是我要的男人 你就是 你就是 你要的东西 我给不了你 驾 我需要我 我还会回来找你 等我回来 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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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亲自来了 你有什么事通知医生 我到府上就完了 你看祖刚多好啊 祖刚 我把菊生给你送回来了 我本来是想过两天亲自去接他的 您干吗还跑一趟啊 先请屋里说话 进去说 贺王爷 小姐 东西怎么连句给你撑腰的话都没有 姑爷也是 都不来接你一下 别说了 来来来来 岳父 里边请里边请 何董姐 是米傅先生也在啊 我们俩聊点小事 请请请 你你随道随道随道 你先坐会儿 请 好 您看这 其实菊生自他国门以后 我这府里上上下下 对他都挺好的 有什么都尽量满足 可是他不是您这大小姐出身吗 小脾气难免有点 所以经常有点小摩擦 我不知道他回去怎么跟您说的 还望您 多多海涵 足夸啊 我这次来啊 要说的也是这事 菊生啊 他年纪还小呢 不懂事 谁家的媳妇在婆家没有点小委屈什么呢 要是整天的傻小兴子吧 谁家的日子也过不下去 你得菊生啊 就多担在地儿 我替他呀给你赔个不是 对对对 严重 严重 祖哥 你有什么要求你说 我让菊生啊都听你的 来 没事 你看 我们这夫妻俩啊 没事 菊生啊 赶紧给祖冈啊 赶紧给祖冈啊 赔个不是啊 岳夫 我们夫妻之间没那么多礼数 是吧 不行啊 菊生 菊生 给您赔不是了 请您原谅 这哪儿话嘛 你看你也累了 你先回房休息 我陪岳父聊会儿啊 是 去吧 坐 祖冈啊 菊生的事吧 你别放在心里 我忙 还有点事 先走了啊 这这这急上来 多坐会儿呗 也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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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事忘了 要跟你说呢 您尽管吩咐 没事 这是老朋友 您说吧 这啊 那个 骚死厂啊 跟桑园啊 最近出了点情况 需要一点钱 你看你能不能 帮个忙 周转个两三个月 到时候啊 连本带利还给你 这是 那您看看 您要多少啊 没多少啊 五千两 这五千两 可不是小数目啊 岳父 对你林家来说 五千两算什么 而且啊 这是 只赚不赔的声音啊 你看 我会亏待你吗 这个我明白 但您也知道我这不是 刚坐东家不久吗 好多事啊 我还得跟我娘商量呢 不会吧 堂堂一个林大东家 还要受制于人 不是不是 因为做生意嘛 这个万一 万一有点小小的风险 小披露出来 我这 你说我这也不好交代啊 照你说 最好有什么东西 能够做点保证 我贺文达这张脸就是最好的保证啊 万一是人 那是自然 可是 只怕这个吧 最好有什么东西做个抵押 我这不也好跟我娘交代吗 有抵押才能从银行借贷 对 这个道理 何东家应该明白的 对对对 他说得对 那当然啊 但你说 用什么底呀 才够得上五千两的树呢 您看您这 赫家不是这么大的生意吗 就算有个小风小浪的 可是那千五两天 不是还那摆着呢吗 所以 弟 那可不是小事啊 是是是 这事不是小事 但是 您想 您这不是说这生意稳赚不赔吗 到时候你把钱拿回来 我这地契也就是暂时压在这儿 我马上就还给您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啊 说得也是啊 那样吧 你呢 跟你娘商议商议 我回血也合计合计 咱们 改天再硬 好啊 好好好 你哪里 我认为什么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快死了 你看 望 好小子 不愧是我的儿子 父亲 我中了 你也太急了 我这酒菜都备好了 吃过饭再走了 你也太急了 你太急了 我这忙着呢我还 爹 举声啊 在婆家好好过日子 一定要听婆婆和祖刚的话 别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还得我给你送回来 丢的是贺家的脸知道吗 东家 行了行了 照顾好小姐啊 祖刚 你说的事啊 我会好好考虑的 等我消息 自然 自然 岳父您走好啊 走了 东家当成你爹这样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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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阿珊 大哥 不是 阿珊 不是 阿珊 大哥 果然是你 有兄弟说听到你的哨声 我就派人四处去找你 大哥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大哥 有兄弟说在风月楼妓院 碰到你挺好的呀 是谁把你开成这样的 是啊 回家 好 回家 走 爹 我们来这儿个吧 儿子 爹今天想跟你喝两杯 好 来 爹 来 干吗呀 干吗呀 男子汉大丈夫 喝酒哪能这么娘气啊 一口干了 爹 这酒太辣了 不辣哪成酒啊 慢慢你就习惯了 干 好 就是这样 像个样子 哎 渐渐像个男人了 霓裳 眼看你也十八岁了 该成家立业了 爹以后啊 不会把你当成个小孩儿 会把你当成成成年人看待 谢谢爹 爹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 爹知道你孝顺 哎 什么 您要的韭菜 您放这儿了 您放药 好 有一件事啊 有一件事 关于那个雨农的 我觉得吧 你们俩不配 爹 雨农 我真喜欢她 别的女人我都不要的 但是我总觉得她好像 她比较喜欢润生啊 我是贺家少爷 润生算什么啊 她怎么可能喜欢润生呢 怎么这么傻呀你 你不知道啊 你奶奶和你娘 已经准备把账本交给雨农了 你说你这少爷哪有实权啊 润生嘛 他虽然不是少爷 但人家是官差呀 威风邻礼 你 你睡在骚私厂哪个人不羡慕啊 丑当官呐 他不就是衙门的走狗吗 有什么好威风呢 儿子 成了人了 我们就必须要像男人一样去处理事情 不能逃避 雨农到底心里喜欢谁 你最清楚 万一有一天 财政大权还在雨农手里 他还想找润生 你怎么办 那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爹 你别说了 雨农不是那种人 你活不满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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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人知面不知心 雨农或许不是那种人 但是 你整天在这儿担惊受怕的 你好受吗你 爹 那您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办啊 和爹贼一起看 掌握贺家实权 大权在手 看谁还敢造反 好 爹 我听您的 您就告诉我怎么做吧 爹 这是卖 卖地其约 你要把咱们家爹卖了 当然不是 您说什么呢 你奶奶和你娘 掌握财政大权 他们不肯给钱 我没办法呀 我只能找你姐夫 把地契押给他 然后 等官买回来了 不出一年 我钱肯定回来 到时候 再把地契赎回来都行 这 这行吗 爹 爹 那您告诉我 那您告诉我怎么做吧 很简单 你只要把奶奶的印章 偷过来 然后呢 你就安心等着 当着这真正的贺东家 就行了 偷 爹 那您怎么不去 我不行啊 你娘根本不相信我 她老防着我 你不一样 你是个小孩 他又疼你 你机会多 容易下手 好 爹 那 如果奶奶要是发现了呢 林少傅 婆婆妈妈的你 您到底是不是我儿子 我 我是您儿子呀 可是 这个事 我没干过 我不敢 不敢 人家润生 敢去山里杀马匪 你现在 现在连个偷印章都不敢 怪不得雨农瞧不起你 换谁 都会选润生 我告诉你 不说了这事啊 爹 我去 我是贺家少爷 我还比不过那个润生了 他哪点比我强啊 有志气 您瞧好吧 不说了 容易 找你 放下药 给我 是吧 你 这是 你 是什么呢 少爷呀 您怎么在这儿啊 在找什么东西啊 要不要我帮您找啊 不用了 我就是 晚上吃饱了撑的花 过 过来溜溜玩 小小时什么的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啊 好好好 您上哪儿啊 回屋 宁屋不在那边吗 来 走了 小少爷 慢走 大哥 大哥 你醒了 醒了 没事 啊 啊 你怎么干嘛 竹不在春 你想得到呀 大哥 大哥 来啦 兄弟们还怕你那个 在嫂子那儿 舍不得回来 忘了兄弟们 你说什么 叫什么呢 大哥怎么能把我们给忘了呢 大哥做事有大哥的理由 岂能容你们这些小混蛋 在背后胡乱猜忌 起来吧 谢谢大哥 就这么紧别吧 还有紧啊 出去做点小生意 有几个去玩排几 还有几个干点爽一活 胡闹 大哥 我错了 最近风声有点紧 我叫兄弟们分头出去找找钱 日子能好过的 你们当马匪的一群老爷们 干那种勾当不丢人吗 是 大哥 我错了 都怪我 坐吧 兄弟 不是我苛责你们 我知道 我离开的日子 也带着兄弟逃命 我日子 不容易 大哥 那都是我分内的事 对了大哥 你这两出枪伤势怎么回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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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碰上那天被人攻债的不快 一不小心 他妈的让他们打了两枪 那些人整天超市着剿匪剿匪 我看要不我们往死里逼 大哥 这两天现成比山上还要紧 我看你跟兄弟们在一起比较安全 等所有兄弟回来了 我告诉他们 等我伤好以后 重整齐骨 大干一下 大哥 兄弟们就等你这句话吧 只要兄弟好好的 我们就有活的理由 有福同享 有难重当 有福同享 有难重当 有福同享 有难重当 有福同享 有福 今晚 有福尚 十四 有福尔 书 老师 是福尔 有福尔 我 这钥匙啊 只有一本 一般 放下你奶奶随身衣服的兜里 每逢月末账房作账 她便会在印章拿出 此外 除非家里有大的支出 不然 她不会拿出印章 爹等不到月末了 所以 需要你拿到钥匙 打开那个柜子 应该是住在这里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牢牢 机型不好了 竟然开着窗户就睡了 奶奶 求求你了 赶紧睡吧 老夫人 您看起来精神不太好啊 昨晚又梦见她了 不知道她现在好不好啊 老夫人 吉人自有天相 您放心吧 我能为她做的 就只能烧烧香 拜拜佛了 老夫人 吉人自有天相 真够倒霉的 我刚刚明明听那一声叫声 好像是因为这种 没种是从外边传来的吧 走吧 走吧 走啊 夫人 名声来了吗 还没呢 这孩子只是越来越懒了 一点没有个未来东家的样 娘 我来了 女生 你怎么了 没事 娘 昨天啊 睡觉可能早点凉 没事 娘 从哪儿拿块破抹布擦鼻涕 脏死了 少爷 用我的吧 你的 我可舍不得用 行了 都病成这样了 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看今天呀 你就不用做工了 快回去休息吧 听娘的话 快回去吧 去吧 东霖 吩咐厨房熬一些姜汤来 是 救命之情 不等于男女之情 你心里面那个人 应该是 赫文达 我是个拘无定所 被官夫缴杀的麻匪 跟着我 只会给你代理灾难 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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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我怕 我怕毁了你的一生 你是一个 有情有义的女人 受毒风有毒 照顾好人家 好好生苦 我不要 杰杰 你要我东西 我给不了你 想什么呢 又想那个我了 赫文达 你猜忌心越来越重 越来越小毒鸡肠了 越来越不像你 我猜谁呀 都不会猜你呀 你可是我的福星啊 哎 哎 徐公公快来了吧 哎 估计快到了吧 往年都是这个时间 楚姑 徐公公差人来报 他明日便可到达蒲苑 哎 太好了 别高兴得太早 你的银子炒好了吗 哎 快了正在炒 哎 马上就好了 哦 对了 报信的人还说 公公这次是有公务在身 最多只停留三天 就三天 哦 不行 哎呀 时间紧迫啊 我得去看看啊 看看这钱筹子怎么样了 楚姑 你真的想好了 我想好了 我还是担心贺东姐 会翻脸不认人 我要当官儿太太 这样 我的儿子就会有一个好的名分 好的前程 为了我的儿子 我愿意赌这一把 儿子 快 喝点姜汤水 来 来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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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自己来吧 我都拨大了你还把我当小孩看 不就是受点疯寒吗 没事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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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大了在娘眼里也是孩子 哎 哎 好像有点热啊 是不是发烧了 躺下睡一会儿快 哎 娘 发什么烧 哎呀 我不就是在地 在床边睡了一宿吗 男子汉 哪那么容易发烧 我不睡 我还有事呢 哎 哎 你能有什么事啊 哎呀 这孩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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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哎 这 这是 哦 这是 这是我团练的衣服 团练穿的 哦 让我看看 不忘衣服 有什么好看的 哎 名声呢 害了风寒回屋了 哎呀 哎呀 夫人她 哎 哎 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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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